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先来追究一个事情 星期一的时候大家还记得 当时高金素媒有提到说 要求海巡署跟国防部要提供雷达轨迹图 然后传载航程资料的记录仪 以及通联记录这三样东西 我们刚刚有特别打电话 去高金素媒的办公室询问 她说到今天 所谓的三天应该就到今天 都还没有收到 这三样东西都还没有提供出来 我们就是在等这三样东西 要来还原这个事情的真相 但是海巡署也好 国防部也好 人就没有提供 那讲到邱泰山 今天他去到了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背询 那很多的记者们就去问他 就是赶快要先去赌麦 态度上面他就也是那种 这个没什么好回应 那个也没什么好回应的 就还要给这个记者们上课 就连背询的态度也是饱受争议 因为他讲说 我们谈判就是各有坚持 各有进展 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讲法 你是走降温呢 还是干脆我们就捍卫我们的立场 有谁希望升温呢 对啊 一定会是走降温的方向 但是你对于能够顺利降温 你有多少把握 这个我想一个铜板敲不响 一个铜板敲不响的意思是说 也不能只有我们降温 那大陆那边也要释放善意 现在他就开始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对岸怎么说 对岸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好像这样子 对岸你得要先表态 你诚意要先拿出来那种态势 所以让很多人讲说 你这是一个要降温的态度吗 还有我们看到 在这个昨天的两会上面 有人去问到了全州市长 全州市长首度表态 他说极其愤慨 他说台湾当局以各种理由 对于大陆的渔船进行暴力 那无视于大陆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对此行径表达其愤慨 极其愤慨 那今天我说 这个记者一开始去读 讲说昨天李朝辉就在那边讲说 后果由民进党当局 这个自负这个后果 那就说他有没有什么好回应 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 他就说这没什么好回应的 因为他们的省委书记跟省长 也都没表达 意思是什么 李朝辉你官太小 我没什么好回应你的吗 你这意思是这样子吗 所以就觉得 真的难怪这恶意螺旋持续在上升 就是因为有邱泰山这样的 管碧林这样的 站在第一线 还不断的 这种强硬的态势 难怪我们只会越搞越僵 那我们看亮哥的讲法 讲说这个四位海巡队员恐怕要惨了 因为死者的家属 已经在大陆的法院提告 故意杀人 他们会向这个大陆的法院提告 而且已经去告了 这四位海巡人员 他告故意杀人 第二个就是大体还在台湾 家属没有同意 你不能解剖 那如果最后再基于压力 把遗体还给对方 大陆也一定会解剖 那解剖之后就会有另外一种说法 比如说撞击 大陆的法院现在已经立案 就会列入证据 所以这事情真的是很难以善料 那我们看看 蓝伟就在讲 讲说蔡政府一个举动 现在就是我们派出了陆委会 跟喊巡署的官员 那官方对民间谈的结果不欢而散 其实金门民众普遍都相信说 当初应该就是红十字会 对红十字会的协商谈判 就不会像现在这个结果 这么糟这么僵了 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 无法善料 那我们看看这个 还有一些媒体在讲 就那官方的角色 你就退吧 你就不要一直要站到第一线 然后又要那种 很强硬的态势 是不是可以授权金门 来用地方的方式 来谈这个事情 因为发展至今双方都各守底线 互不相让 不如开启地方政府跟执法机关的 一些务实对话和协作 关键就在于 你赖清德 是不是这个新政府能够授权 让金门成为改善两岸关系的 一个活期 那昨天巧心在咨询的时候 也问到了冯士宽 就说有人主张 这个大陆渔船如果越界的话 就应该炮击 冯士宽是说不太认同 他说很希望回到过去两岸和谐的那种时代 我们来听一听 在二十多年前当初两岸的渔民 是非常的和谐 而且越界的一定会请回来 不是关 而是扣留两天三天 大家很平和的再放回去 我们也会被他们这样子 希望再恢复到那个年代 说如果今天看到 大陆的渔船过界的话 我们就要炮击他们 你觉得这样是一个能够回到以前 过去那个年代的方式吗 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方式 这不是最好的方式 对 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 好的 因为什么 因为对岸是我们也是中国人 好 这事情看起来就是 他这种讲法 恐怕又要被侧义出征了 因为敢讲自己是中国人 恐怕现在侧义就要出来讲 这政治不正确 要给他扣红帽子 那赖清德竟然昨天也有发生 他就讲说要鼓励党公职 在这个金门海域的专案报告 要勇敢的去讲 敢讲 讲给社会大众听 他说要在各种场合讲 像金门海域这个专案报告 就要去讲理念 能够选上立委的能力 都是没有问题的 要去帮忙民进党执政 根据国家的利益执政 来讲给社会听 其实我觉得听完觉得很荒谬 为什么蔡英文自己不出来讲呢 蔡英文已经提前卸任了吗 怎么这件事情又说 还是赖清德跳出来 叫党公职去讲 那如果你既然要拉到 这个官方层级 蔡英文你可以主动释放善意 或者是说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化解 现在目前两岸的僵局 蔡英文去哪了不见了 那你看看 这个现在赖清德的态度 支持管碧玲 那蔡英文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所以按照现在 管碧玲继续处理下去的方式 就是没得谈僵局继续僵在这一边 那另外还有这个邱泰山 面对到这个国民党的立委的询问 然后结果他讲说 这个大陆团 现在其实也是因为这个金门的僵局 大陆团问题也很难解 结果邱泰山在扯什么呢 他说老共对于蓝白河 有很大的期待 在跟你讲陆团 你再跟他扯 他在跟我们讲说蓝白河 所以这个 我们看到牛曲提问讲说 你不要扯什么蓝白河 答非所问 在问你路团的事情 那我们看看 这个王国才更妙啦 交通部长是他 结果他不去谈两岸观光的事情 他说是大陆不想谈 然后呢 还说请业者去帮忙沟通 麻烦业者们 你如果登陆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去帮忙沟通一下 也让对方了解一下 那我们要你这个交通部长做什么呢 我们到底要你们这些官员干什么呢 你们只会在那边 东扯西扯蓝白河 然后叫业者自己去自生自灭 那你们这些官员到底 领这些我们人民纳税钱 是在搞什么东西啊 那所以呢 你看看 现在陆委会 跳出来讲 这关键又在 对岸要把握这个时机啊 还教人家啊 讲说要把握选后这个新局 来重建两岸的善意互信 好像一副是 你这个中国大陆你要长眼啊 这个赖清德上任前你要表态 你要释放善意啊 这邱泰山这一番话不就这个意思吗 就说你要把握这个契机 然后这个建构两岸的互信 那请问我们退一万步说 这个我们这个民进党当局 你们有释放善意吗 我们先来问一下龙介仙怎么看 现在两岸的回不去了 应该回得去 只是有人说话也说话 因为如果前面一段没有说谎 你没有去捏造一个事实 然后一直到了金门地检署 他的调查报告以后说有接触 那这种接触是碰撞 那从传可的表面上来看也有 所以才会让大家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那后来进到谈判的时候 其实那前一段时间 第一天到将近第十天 我们一直在评论的时候 就是没有火上浇油 没在兄弟弟会倒 为什么 因为我们怕小事情会变成擦枪走火 所以我们也不会说刻意气质 但我们强力支持海巡 你全力执法 可是我们不能让你 除了人命 你还硬拗 然后没有同理心 你有人道精神吗 都没有 一直到金门 我今天问法务部长 我说有时候意外的事情 会因为意外的报告 然后避免一个擦枪走火 我说社会高度注意 而且整个国际上也注意到这个事情 两岸的紧张 我请问你金门地检署什么时候可以增结 他跟我说他不知道 我说你有这个政治民監督吗 我问部长你有没有 他显然有 我说一般检察官 不要说周世瑜那个什么检察长 他们应该也会这样 如果这个时候你增结 不管起诉不起诉 你把增结的报告下传 因为你是经过调查的 你问过这些人的笔录 包括那两个渔民 你也问过了上人等你 有时候这个时候 当然不一定能一锤定音 但起码你这个报告算是有 你是一个真正有司法调查权的 一个单位 这个Tri-Bug 适可 刚好是适当的时间 做了一个适当的报告 让双方 他们争执的 有人在那里讲一讲 如果你都没有一点道义上的责任 连道义上的责任都没有 你干嘛要去谈赔偿 谈什么慰问金 我会问什么 然后最后你搞个说 这个跟赔偿无色 跟什么都无色 来 我给你八十八万 我们在带好看多久 给他多多 最后说这帮保险没关系 这帮保险没关系 这二十万是你先带下去 你知道吗 差不多黏香黏了 那就是准备 你就是没要说了 就是要放说了 你听得懂 这种 你怎么会把这个 两岸之间这种事情 不然如果是这样 那真的就让红十字会去谈 先拿十万 二十万 他们对他们去谈 你已经是官方出门 你就不要玩这种套路 你民进党哪里 你把这是当这个参民 博物在处理的 我们去谈车祸都因为谈车祸一个 一个一条人命牵扯到的钱的赔偿 一个欢迎 换一个没欢迎回来 你本来就要很谨慎 所以两岸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愿意降温 你看看没有一个钱丹没丹 钱没两人丹没丹 你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也要 对方是失望的人 受害者 那你今天 你要用什么态度出来 从管毕临的态度 我们就会看出 见面的降温了 好 汪哲 对 目前看起来 大家说这个硬碰硬 我觉得民进党他就是要硬 他就是要跟大陆来硬的 他不要跟你来软的 就是你要硬 我比你更硬的感觉 所以现在目前两个 就僵在那边 因为他们已经定调 这件事情就怎么样 他们是定调是国与国的关系 所以你看民进党为什么 一开始都要用官派的方式 去跟大陆谈 他不用民间 用民间他们会觉得说 那我自己就自我矮化 那民进党现在还在搞 所谓的政治问题 那再来就说 他为什么一定要硬 在他们认为说 那你是大陆传越界 我是依法执行 所以他们先把这两个 清楚的界限界定好之后 只要有谁质疑这一点 我就开始打什么 认知作战 包括像管碧琳 他在质询的时候 只要有谁提到的问题 马上包括民进党的一些 亲律的一些朋友 就开始攻击这些人说 你们就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这是一条龙操作 所以你看 目前看这个脉络下来 你说民进党要放软姿态 不可能 三个字不可能 他不可能放软姿态 而且重点是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已经对岸已经开始 慢慢要开始加大动作 包括他 他现在开始做一些 司法的调查等等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在我方的情况 我们的说法是有点反复 一下说我们有雷达巡击图 一下又说我们有影像 后来又翻船说 翻覆说没有这些东西 可是他对岸慢慢要抽丝拨紧 要立下证据的时候 他们开始要怎么样 要有证据来师出有名的时候 这个立场会对我们越来越不利 如果一开始 我们就拿出证据来说 的确是怎么样的时候 我相信国人都会站在 我们政府这一边 但是问题是 我们的政府官员说话反复 反反复复的时候情况之下 当对岸已经开始在慢慢 你要说集气也好 收集证据也好 我们会自己站不住脚 接下来就会变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说真的 不要耍嘴皮 然后我认为现在 民进党政府也看到了一点 就是内政委员会上有破口 为什么有破口 因为国民党在那个地方 站力不够 他质询不到重点 所以你看 包括管碧玲 邱泰山 他都可以跟你耍嘴皮子 他就是要跟你耍嘴皮子 他没有跟你谈正事 为什么 你耍嘴皮子耍不过他 当然目前看起来 跟他只有牛许婷跟高晋素美 表现得比较OK 那其他立委在干嘛 你看我们这次整张图卡 没有提到 其他内政委员会的一些立委 那你其他立委 到底在质询什么东西 这个让人家觉得 很shock的地方 因为现在国民党有战力的立委 基本上都在其他委员会 那我认为民进党 他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那内政委员会这么弱 那内政委员会就提到 所谓两岸关系 那我此时不攻你这个破口 我更待何时 所以他一方面在攻这个破口 一方面又在集气 那现在问题回来了 现在不是我们自己 人家搞内斗的情况 现在就是我们要把真相厘清 把这件事情降温 这才是重点 好 请教霍恩哥 翟轩 这个内政委员会的招委 国民党是离让高晋素美 那当天在委员会有四个临时提案 高晋招委他都没有处理 所以你刚刚讲的 譬如说像调阅小组 或是雷达轨迹图那个 那个都 案子都还在委员会里面 所以调阅小组也没有成立 所以那些东西就是 就是有临时提案 但是没有处理 那个在内政委员会的情况是这样 那另外这个大陆 这个渔民会不会 家属会不会跟大陆的法院提告 我比较怀疑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两岸的现况 他去提告大陆的法院 他是没有管辖权的 他不可能去办这个案子 他要去传我们的海巡队员 或是说要调查任何证据什么 大陆的法院他无从审理 所以我很怀疑说 他要去提告什么 那第二个我也跟大家解释过 解剖是不用家属同意的 大家这个观念要有 因为这个是检察官的职权 我认为你是意外死亡 我认为有解剖的必要 家属反对我也是要解剖 那家属你不赞成 不赞成 那是你的事情 我检察官我要办案 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 刑事诉讼法规定是违反的 解剖是不用家属同意 家属不在场我都可以解剖 因为我解剖一定是全程录音录音 这个是这样子 然后大体是一定会还给家属 但是是时间 不是现在还 这个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情形 那这个昨天中国时报特稿写 今天是中国时报的社论在写 就是金门地检署 包括龙介兄在咨询 我们的法务部的蔡部长 因为这个也不是蔡清祥部长 能够决定 说这个要降低二一螺旋 像中国时报这种就比较 就是对这个案情的分析 我来做说明 因为不是蔡部长 法务部长能够去决定 这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解 他一定会真解 就像刚刚龙介兄讲的 他2月20号让两个大陆渔民 回大陆的时候 其实案子就可以解了 就是我笔录都问完了 你们也没有留在金门的必要 你们就回去吧 那问题是怎么解 不是什么时候解的问题 解只有两种就是说 海巡队你起诉或是不起诉 我们看这个法条 我们刑法的276条 过失致死就是五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你起诉海巡队员 我是假设 第一个你起诉海巡队员 蔡政府跟海委会是下不了台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海委会跟海巡署 现在都打中间说 我们没有错 是他自撞的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去起诉海巡队员 所以如果你起诉他 那这个故事就穿帮了 如果你不起诉海巡队员 你也可以不起诉他 你不起诉他的话 这个渔民的家属跟路方的代表 你们能接受吗 不起诉他 就你们自己撞的 你们是三无的船 你们自己开太快 你去失败 你就自己弄自己兵纏 他们还会再来谈判吗 所以观众朋友 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你起诉跟不起诉你都会被骂 基本地坚署 你吃这个野养吃那个野养 你起诉看看 你起诉跟不起诉 你注定要被骂 所以你说检方怎么认定 他就没有办法认定 所以我们回到中间 你一定能够降低恶意的螺旋吗 说不定侦察终结才是 争执的开始 你也没去所谓 大家群情激愤 义愤填 说你怎么 这个事情已经乱了 所以翟宣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在没有办法还原事实的情况之下 政治责任 我们刚刚讲是法律责任 那政治责任是什么 政治责任就是海巡署处长 应该要下台 因为你带领的海巡署 他在执法的过程里面 没有照SOP去走 你就应该下台了 那没有真相 没有收证 没有录影带 交代不过 你至少一个正 因为他是政务副主委 兼海巡署处长 他是海巡的中将 你应该扛起政治责任 你先下台 这个事情基本地监署 结或不结 我相信他有两个结案的报告 现在是看蔡政府要学哪一种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 跟我们一起讨论大白话的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 谢涵冰冰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立法委员罗志强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当然刚刚还特别问了一下强哥 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 还要准备一个 不要插话 这样牌子 能够阻止插话吗 而且今天有个重要的时间点 叫做三天前专案报告 曾经在野党提了一个提案 要求把 海巡署不是说有影像吗 有资料吗 有证据吗 要求三天内成立的调业小组 把这些资料通通交出来 包括什么呢 包括雷达轨迹图 包括传载航程记录资料仪 还有完整的无线电通帘记录 就是对话记录 是要完整的 而不是片段的截取的这个部分 今天是最后一天 在专案报告 邱泰三委员继续 主委继续接受答询的这一天 但当然没有动作 好像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接到任何的资料 提供给立法院跟调阅小组 所以现在陆传翻覆事件 我们的官方对立法院 也是把资料通通都保留下来 跟对案更是如此 翻覆案造成了两条人命的丧生 造成了当然在陆方上面的情绪上 会比较激烈 例如泉州市长第一次表态 接受访问的时候表达 极其愤慨 他说陆方一直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为海峡两岸的渔民提供方便 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 大陆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 所以他对此极其愤慨 这个是由福建省泉州市长 蔡战胜所说出来的话 身上的太太也说 壮传台籍人大代表 他说壮传导致人遇难就要道歉 赔偿处置造事者 并且解铃还需系铃人 当然现在没有什么解铃的问题 因为根本没有帮他解 双方还在对峙跟情绪的意识形态 一直恶意螺旋当中 邱泰山今天在立法院答案的时候 被问到这个问题 群州市长这样说 他怎么答 他说我没什么好评论的 他们的省委书记都没讲话了 省长也没说话了 就是说在全代会的时候 接受媒体赌上去访问的时候 都没有回答 所以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 有机关可以取代检察官来认定吗 所以他就可以不回答了吗 中国翻船案家属呛 要民进党政府负责 邱泰山也一样回答 那这种话还要回应吗 反正通通都不回应了 陆委会在立法院的答询 又不是面对媒体 是连面对立法委员民意 所委托出来的代表 他都不回应 那么当然在对当事者来说 四位海巡这个队员 现在已经演变成要成为 上国际法庭的案件了 郭正亮亮哥说 死者的家属向大陆法院正式提告 这已经发生了去告 所谓的家故意杀人的 这样子的刑事罪 他们现在定调是恶意撞传 恶意杀人 这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这些四位的当事人 变成被迫要上到法庭 是在国际法庭了吗 那这样子的告诉 如果真的成立或重判的话 又是怎么样的发展 有得拖这个法律战 事实提侵 终究还是得要提出来 那赖兴德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听起来都相对的沉默 比较低调 没有讲什么 结果他在民党中场会里面怎么说 似乎不知道大家怎么解读 但我看这个语意上面 似乎对于民党立委的表现 不是那么满意 他的意思是说 有关今夏海域的传播议题 越演越烈了 那这些立委们 不是没有能力 选上立委都能够讲话的 那就要讲给社会听 要求大家 这次好像保守了一点 去婚宴也要讲 去哪里主持会 通通都要讲 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让大家了解 这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要去讲 要敢讲 难道阿玛还不够敢讲吗 或者管逼林 这次处置的方式 就是赖清德要的方式 而他认为 其他民党立委 没有帮忙讲够多的话吗 当然陆委会 又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罗志强委员在现场 但他在立法院打群的时候 邱泰山 对于中华民国灾难说的反应 看看他怎么说的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请问 邱泰山主委 你认不认同赖清德这句话 我想 蔡总统大概在2016年 520就职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 你认不认同 我问的不是蔡英文 不是赖清德 您认不认同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逻辑思维是什么 你叫我去评断一个 我不知道他的逻辑思维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哪一个中文字你看不懂 不是 我想要讲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一定有他的逻辑思维 显然我们的邱主委 也不敢附送赖清德 总统当选的金居民 我是蔡总统的陆配 我非常担心 像你这样的态度 怎么配合赖清德总统未来施政 我比较坏一点 还是预告说我反正不会留任 我不会变成赖清德的官吗 不知道 但总之这些对话 没有办法正面的回应他 也是必然 但是陆配 关于一些平等权益 外配的问题 在地法院也做了一些法案的推动 但邱泰山的回应是什么 陆配不是本国人 也不是外国人 他是什么人 邱泰山说两岸人民在定位上 不是本国不是外国 因此针对大陆人士 才会以两岸条例作为特事处理 有些权益是陆配有外籍没有 这个问题牵涉广泛 还要在凝聚社会共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家有听没有懂吗 他讲的中文 跟大家不太认知不太一样 但其实陆委会 不也是针对两岸关系条例 才有位阶跟成立的必要 他当然不满 附陆团突然喊咖 陆配的议题 惊吓冲突 通通甩锅 就国民党立委 徐欣颖在痛批咨询的时候 他不满邱泰山一举插谎 所以双方唇枪舌战 甚至 赵伟高清素美 还把这个 达询的人 邱泰山的麦克风 直接关掉 徐欣颖就说 干脆猜测算了 根据这样的必要 你什么都不回答 什么也都不处理 那干脆把陆委会废了算了 强哥 在立法院打询 得到的心得是这样吗 其实我今天在问邱泰山 当然我也知道他不会 他不会好好回答 因为这几天 我在立法院总共有14 这个礼拜就有14场咨询 所以基本上 我大概也观察出 哪些官员是回答的问题如何 那为什么要问说 中华民国宪法是不是灾难 其实我后面就是扣连 关于陆配的这个问题 那事实上 那个邱泰山 我就是要透过他嘴巴 去澄清一些民进党的谣言 比如说 中嘉宾就说 陈建仁就说 陆配得到的福利跟待遇 比外配好得多 好得多 就是说陆配 其实我们更照顾 但事实上 他用这个方式 他讲了很多 民进党的立委讲了很多东西 比方说第一个 陆配的一清 会所谓排挤健保资源 我今天其实从邱泰山口中 他虽然一直散 但他也确实 回答了一些问题就是 一年就是六十个人 然后他说排队已经几千人了 所以等六年也是一年只有六十个人可以 等四年也是一年只有六十个人可以 我就问你 我就问你 邱泰山数学 请问陆配的一清 到底多消耗了什么健保的资源 他答不出来 那等于就是打脸了今天 王定宇讲的 王定宇讲的说陆配来 就会 这个一清就会消耗健保资源 所以我今天其实重点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澄清 用你邱泰山嘴巴澄清很多谣言 至少因为他很不care 我本身准备了五个 最后只澄清了两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就是钟嘉宾讲 他把说陆配说 外配要有所谓的财力证明 意思是说陆配就比较优待 然后我今天就直接问邱泰山 我说外配现在要财力证明 他就笑我 他说规定早就改了 我说对我就知道规定改 我要听你嘴巴讲 那钟嘉宾为什么要提 这个外配的财力证明 规定早就改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民进党其实在一连串 每一件事情上 他就充满了谎言 那到立法院 当然我们身为立法委员 我就是要把这些谎言揭穿 所以当我第一件事问他 中华民国宪法是否灾难 我就要问就是说 今天民进党不是一直在讲说 陆配要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才能够进来 那我告诉你这就是 这就是赖清德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的某种一序 因为现在我们的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它规范的就是两岸之间的人民的问题 它确实跟我们用所谓 跟国籍法跟其他外国的人民的规范条例是不一样 可是为什么没有所谓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是用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在规范这件事情 所以因此换言之 他当然他就是遇到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今天也有趣 我本来想说他要怎么回答 但是他回答了什么 他也不敢讲这句话 他说我是蔡英文任命的官员 可是今天我要看到说 其实你不管是从今夏的海域风波 到所谓的陆配 到底应该不该缩短他的所谓的年限 就是他的一个年限 民进党其实在很多事情上 基本上他对外 他有个对外大外宣的一些管道 就像说你这一次 你看他们在立法院的备巡当中 他对到在野党立委 他基本上什么都不讲 两岸之间只要涉及到 这个今夏海域冲突的一个 所谓沟通问题 他说这个四射机敏 为了堆叠善意我不能讲 可是回头他就跟王定宇讲说 中国大陆有什么要求 然后你遇到说这个案情 叫要叫雷达轨迹图 叫要叫影像出来说 报警警官叫侦查不公开 因为我提供了检查机关 所以说我不能给你 侦查不公开 但事实上侦查不公开 是我们不能去调检查机关的 所谓侦查中的卷宗 不等于说今天行政机关 他可以用这个作为遮蔽 對於隨立法機關 負責的一個理由 所以今天其實很多的一些 質詢網附 是要來去釐清這件事情 當然這場專案報告 要的是要真相 像偉翰 高清素媒招委 算是非常強悍 強力的要求 提供資料給我們 你們不可以不回答 所以三天內要求交件 他也很強悍 對方也很皮 第一時間其實他們就拒絕了 結果果然三天時間到 也沒有交 現在目前 3月7號 離5月20號 還有兩個月 這兩個月其實說實在 正在一個親黃不接的階段 因為從邱燦三的主委 他的說法來看的話 他應該也自認自己 不會成為賴清德 總統當選之後的一個 陸委會主委 所以他也不想要去 做得太多 又或者是回答太多 他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因為金門事件突顯出 兩岸現在目前完全沒有管道 他沒有管道就會有誤解 或者是無法溝通彼此的不快 就可能會造成緊張關係的衝突提升 這個很危險 陸委會跟剛剛強哥在講的那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1992年到現在 他叫做台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不是叫兩岸 他的全名叫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就是指台澎金 這個只要稍有知道的人都知道說 是這個原因 所以兩岸都要靠陸委會跟國台辦的官方對口 在馬英九當總統的事情的時候已經有熱線了 可是現在不要講說陸委會跟國台辦不對口 連海際會跟海協會基本上也都沒有什麼往來 不然出這個事情的話都沒有一個對口 沒有辦法化解衝突 但其實也沒辦法 因為你要看出來 賴清德總統當選 現在目前他的態度怎麼樣 還看不出來 他的態度是 就是要繼續的往上對立 還是說他可能在他520上來之後 反而再放得比較軟 這個大家可能要去觀察 因為他在講叫大家去論述的部分 硬的更硬 軟的要軟 昨天交通部長王國財 他的講法也非常值得讓大家去觀察 他說等到以後6月的時候 看大陸的陸團會不會來 我們再看看 先前2月農曆年前的時候宣布就是講說 我們6月以後就禁止了 可是說法又好像講說 只要他能夠在6月之前宣布說 陸團也可以來 哪一天OK 可能7月8月的話 我們6月也可以繼續 就不會停止 他還叫業者幫忙溝通 好尷尬 他叫業者 對 那業者講的話你要聽 業者說本來兩會以後就有可能開放 所以就是賴清德 重點其實說在邱泰山也好 或是這個管碧林也好 重點還是在於總統 那現在的總統是 賴清德的態度 對 在賴清德的態度 但問題是賴清德總統當選 他現在並沒有 他並沒有對外去講他的態度 他好像也不適合 因為總統還是蔡英文總統 可是蔡英文總統因為他要走了 他也沒有出來 照理講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觀眾朋友你想想看 一旦有這種海上的 不管是有追砌 或者是既然已經出人命了 他到底怎麼發生的 責任在誰 應該至少在第一個禮拜 就應該完成了吧 現在都已經過這麼久了以後 大陸的這些家屬代表 也負氣而去 談了15次 他想要的 他要厭屍 他要道歉都沒有達到 所以他們很難過 他們回去了 所以大陸的這些名義上面來講 會非常憤恨 你看這個泉州的省長 泉州市的市長 他就覺得無法原諒 那如果你今天 換過來是我們台灣的漁民出這個事 我們也有點很生氣 對 但是其實應該看得出來 就是除了這個泉州市的市長生氣之外 這個邱大陸講的 省委書記 省長 以及更大的到中央層級的官員 倒沒有想要把事情提高 相對比較低調 我覺得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也應該好好去面對 譬如說人家要求要解剖驗屍 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接受 讓他們也來驗呢 因為完之後發現說 真的沒有另外的這個可能 其他的嚴肅就是溺斃的話 或許家屬也就能交代 這事情也就妥協了 所以我覺得後續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他的態度還是最重要 因為大家在觀察 像他在這個中常會上的提案 就是說你們民黨立委 我們好像在地法院的表達 表現比較保守一點 這樣保守嗎 什麼意思 解讀一下 我都不知道賴英哲在胡說八道 什麼東西 金門海域的專案報告 去講出理念 專案報告為什麼有理念 所以是主權嗎 專案報告講的應該是事實 結果你再跟我談理念 搞了半天 那個報告不是事實 完全是你的想法而已 是這樣嗎 賴清德人在胡說八道 什麼東西 不是嗎 我們叫你 當初叫海巡署 跟海委會來做專案報告 不是叫你告訴立法委員事實嗎 結果你告訴我的是你的理念 你在說什麼 我一直覺得很怪 就是如果我們真的 像海巡署海委會說的 我們完全沒有做錯 任何一件事情 公布證據對我們 是絕對有利的不是嗎 只有正常來說 只有做錯事的人 只有做壞事的人 才不希望人家公布證據 不是嗎 那很奇怪 為什麼 我們明明認為自己做對 然後就是死都不要公布證據 任何一點證據都不公布 這到底為什麼 然後天天在跟我講 真實好不公開 然後天天講的都是案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邏輯 我真的搞不懂 所以民進黨現在就跟你死脫活了 而且這些官員 現在有個天生優勢你知道 因為他們很可能520之後全部都不幹 所以我就跟你擺爛到底 無所謂拖到520再拖兩個多月結束 不管你 限期交出來怎麼樣 就是不交 不然你處罰我 就是這樣的 你都丟關了 就快要丟關了 是啊 邱太三現在就是這種 死皮賴臉的德性 不就是這樣嗎 可是說真的 他也是比喻不倫 不知道在亂比喻什麼 他說他們的省委書記 省長都沒有回答 請問一下 你是陸委會 在大陸跟你同級的是什麼單位 是省 不是吧 你真的把自己當成台灣一個省 你是這樣感覺的嗎 你的隊伍單位不是國台辦嗎 國台辦有沒有一直在講 有 每天都在講不是嗎 那國台辦一直在講 你為什麼不講 實際上你沒有講 你也有講 你只是選擇你想講的講 你不想講你就不講 不過是這樣子而已 那當然 剛剛我聽到潛秋擔心說 我們那四位海巡弟兄 會不會被告上國際法庭 我跟你保證不會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大陸怎麼可能 對大陸來講 這是他國內內部事務 他怎麼可能告到國際法庭去 不可能會發生這種事 但是我必須說 海巡署現在應該把這四位 海巡弟兄調回台灣來 不要讓他在前線 他如果繼續在前線執法 哪一天真的被大陸碰到了 他會不會直接把他抓回去 我不知道 他們會不會這樣做 我不曉得 所以我是覺得 為了他們的安全 先把他調回台灣來 不要在那邊 讓他處於危險當中 剛剛志強已經講了 邱泰山就是皮皮在跟你鬼扯 但我覺得最好笑的就是 陸沛不是本國人 也不是外國人 那到底是哪一國人 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還是陸沛是外星人 因為你不是本國人 就是外國人 那不是本國人 也不是外國人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無國籍 還是什麼 我不曉得 所以邱泰山不要去鬼扯這些東西 那最後徐信瑩講這個 其實我贊成 因為陸委會其實這八年來 完全沒有任何功能 除了打嘴炮之外 請問一下陸委會幹了什麼事 什麼也沒幹 我建議在野黨 乾脆廢掉陸委會 然後我們來看民進黨要不要黨 看民進黨黨還是不黨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 建議邱泰山的時候 剛上任的時候 強調自己是有辦法 跟對岸溝通的 結果時至今日 結果是沒有管到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有福建省一二把手 在金門漁業案 怎麼回應呢 媒體提問 他們是拒絕回答 看看現場畫面 看一下驚嚇衝突 邪上破局了 驚嚇衝判破局怎麼看 對於媒體的提問 當然是笑而不答 現場會提問的 當然也就是台灣的媒體 在全大會的現場 參加完代表團審查的 審議的會議之後 走出來被提問 通通都不回答 但是學者怎麼看 金門事件 有覺得很嚴峻的 例如剛剛到大陸回來的教授 但是在張伍岳教授 淡大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主任張伍岳來看 他認為他北京看起來 以最近的表現來講 是無意升高衝突的 他說金門事件雖然引起 對岸網友強烈的不滿 但是大陸的官媒很少著墨 而且驚嚇的官民之間 一直保持友好的關係 顯然北京官方無意 藉此升高兩岸局勢 甚至亞太和平基金會 執行長董立文他也分析認為 大陸國防部也從來沒有 對此事發表意見 軍艦也沒有在金馬海域施壓 應該無意升高成軍事衝突 真的嗎 那麼大陸當然民間討論 非常的激烈 而且情緒激昂 那胡錫進就不一樣了 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 他就很激動 他說大陸在夏京海岸到現在 整個海峽有強大的指法行動力 民進黨當局惶惶不可 中日就將要面對這個情況了 因為不知道未來在哪個時間點 在哪一處海域會發生什麼 是 那麼所以胡錫進撐的三無翻船案 給民進黨施加很大的壓力 中國網友當然也有不一樣的聲音 就是說他們覺得很難 例如他講中國網友吐槽說 說最狠的話 還遭到最狠的打臉 老胡相信在人民不信了 上市說要弄 裴洛西後來也沒聲音了等等 這是什麼 代表官方的態度 對民間來講有很多更鷹派的聲音 希望更激烈的處理 但目前相對 在中央還有官方的處理上 是相對冷處理在降溫嗎 那全代會之後會有變化嗎 當然不可以小看 例如國防部來講 邱國正壓力就非常的大 他在達詢裡頭就公開的講 以往認定對方開炮才會有第一級這件事情 第一級的認定 在立法院達詢就強調 現在規則已經改變了 改變了什麼呢 他說這第一要件所謂的第一級 是只要實體逾越了規矩 第一級就當作我們的反擊 也就是說不一定是要開炮 開槍這種要件 可能是逾越了中線嗎 逾越了海岸線嗎 或某些行為嗎 就會變成當作第一級就要反制了嗎 那這樣的擦槍走火會不會風險越來越高 一句他自己還說 兩岸軍事現況一直很緊張 他個人很緊張睡不好 那麼國軍十天之內 發生了五起自殘 自殘的自傷案子 那當然也是跟壓力有關係嘛 各種壓力都有 但邱國正強調 這些案件代表的是跟部隊沒有關係 不會說跟部隊沒關係 但是有些人壓力大 抗壓性比較弱 不會怪他們 那當然是勤募數量上 一定比較多 比較繁重 或心理壓力上比較大 是必然的 例如我們來看看 在東部的海域路線裡面 海風大隊台東街頭待命 看看現場畫面 這個畫面上所看到的 就是海軍的海風大隊 他出動的指揮車 直接出現在街頭 這個街頭裡頭出現了有 指揮車 飛彈車 雷達車 異影軍卡車 還有被帆布蓋住的 好像是雄風反艦飛彈 停在台東市區代表什麼呢 二十四小時要監控 共軍的動向嗎 對於接下來連部長都說 第一集的定義改變之後 萬一有任何狀況的時候 是不是就更有所謂的反制 或監控的能力 大家就會擔心 也在觀察 至於綠營的側意 把國軍當成什麼的時候 在答詢有一段對話裡頭 逢世寬接受答詢的時候 吳欣戴說 逢世寬說對岸 也是中國人 不要找這樣的滑頭滑鬧人當官 這個是他吳欣戴的發文 但是沈柏洋質詢的時候就說 我們很多將領退役了之後 就到中國去會被滲透 所以他在答詢要求 不少案例被滲透了 違反國安法 要求把退休縫 通通給收回來 停止他們 那逢世寬回應是什麼 我自己是把這些個案當成 不會把他們當成硝小 他們不可能 因為只不過去了個對岸 大陸就會撼動國軍 也不可能去煽動老百姓做紅筒 他要求委員 反而說你這些事情 不用看得太嚴重 是這樣嘛 那當然外國盟友 例如說前些人 之前王定宇委員就說 我們要要求美日 一起來跟我們協防 但現在事實上是怎麼樣呢 北京不認海峽中線 這些立場已經很清楚的 不斷地用這些行動來表現 那麼不具名的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 我們敦促北京 停止從軍事外交經濟上 對台灣施壓 要跟台灣展開有意義的對話 然後當然有一艘船艦 經過了台海 然後還有然後 前國日本的官房長官是說 什麼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不要這樣想 基本上他認為 不希望輕易做出日本介入台海衝突 這種假設 是不會出兵協防 理論上 這種國家自己有事情的情況之下 必須要期待自己不介入人在日本的選項 就是必須要期待自己的國家來保衛 而不是要其他的國家來協防你 邱惟森對於這個說法 他回應說 面對戰爭 本來就不要期待其他國家來協防 自己國家自己救 他說這點絕不會改變 亮哥 當然 中國大陸的兩個人大代表會議 引起人大的關注 從習近平的談話 李強談話 到最新的幾個發展 怎麼看這個事件的發展 我覺得在兩會期間 大陸也有自己要討論的議題 所以他們也不想 讓金門這個案子 把它轉移了焦點 金門這個事件 我認為民進黨是精算過的 精算的嗎 精算就是說 這個是驚嚇海域的事件 事實上邱戴山他在立法院 賴斯堡質詢的時候 他就公開講 他說這個不是領海問題 所以扯不到台海中線 所以你也不用問我 美國會不會介入的問題 這完全就是禁限制海域 雙方的爭議 他就直接這樣講 所以我認為邱戴山的觀點 就是民進黨的觀點 就是會有衝突 可是衝突是發生在 驚嚇海域 大陸肯定會有一些動作 比如說海警船過來 或者漁船過來 可是你說會不會外溢到澎湖 外溢到台灣 他們認為不會 他們認為不會 不然不可能賭這麼大 因為對民進黨來講 我講白了 就是這個事情你處理成這個樣子 讓台灣的人也看不下去 你不要說大陸 講台灣就好 就是說你怎麼會反覆成這樣 引力成這樣 然後後來四個真相也沒有 究責也沒有 認錯道歉當然沒有 後來那個叫慰問金不是嗎 等於大陸的四點訴求 你全部推翻 你有必要處理到這樣嗎 事實上你讓對方來參與驗屍 有什麼關係 讓對方來參與驗船 這有什麼關係呢 當年廣大興我們台灣的法醫 也去參加菲律賓的驗屍 這個有愛到你的管轄權嗎 沒有 所以我認為他是故意的 無限上綱了嗎 不 故意就是說要引發 政治的緊張 因為我跟你講 故意有什麼好處 好處多了 真的嗎 我跟你講 因為民進黨除了抗中保台之外 沒有別的 沒有擅長的 這個是他最擅長的 而且 因為那清德的520演說 無論如何不會過 那你現在聚焦到我的520 那這個時候如果引起了 這個兩岸的緊張的態勢 讓你看到 你就會知道說 你強逼我520要讓步 是說不過去的 而且他也可以用這樣來倒逼 國民黨 比如說國民黨本來可能會 針對某些法案要做檢討 我隨便舉例 比如說反滲透法 反滲透法有很多明確 不明確的條款 你要不要修得更明確一點 不然賴士寶的樁腳就不堪其擾 那如果在這種氛圍下 你敢修反滲透法嗎 或者說有些人認為 中天被審潮的過程有問題 要幫中天方案 那在這種氛圍下你敢翻案嗎 然後蔡英文政權有一大堆問題 千瘡百孔 那在這樣的一個兩岸緊張的態勢下 很多議題看起來就沒有那麼重要 轉移話題的良方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針對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搶了賴清德這麼多年清票 讓民進黨耿耿於懷 那民眾黨的票 百分之三分之二是來自民進黨 那他們就認為 如果當統獨要攤牌的時候 你民眾黨這些選民要不要歸隊 拿回話語權 拿回選民 因為對賴清德來講 他百分之四十 如果能夠從民眾黨那邊拿到十泡 他們不就過半 所以賴清德在中常會上面講說 民進黨立委表現還是太保守了 要盡量講 盡量論述 是這個概念 我跟你講 民進黨除了抗中保台這個議題之外 沒有一個議題是擅長的 每一個議題一定都被釘得滿頭包 那這個議題因為在台灣 你去看哲倫斯基 哲倫斯基在戰爭發生之前 民調是35 戰爭爆發之後變成90 所以這種議題如果起來 賴清德的民調一定破50 所以我基本上就認為他是算過的 鋪排好的劇本520來做表現 委員怎麼看 這個就是計算 害了自己輕輕的生命 這就是民進黨 他不錯 就是這樣 對 不錯 他在島內 他在台灣 他這樣子的操作 基本上他不會損失他的選票 他還會逐漸逐漸不斷的 增加他的陣營 就民進黨來看 他是會有收穫的 但就台灣來看 代價是很高的 對 這個才是問題之首在 換言之在民進黨的心目中 只有黨 只有個人 只有權力 台灣去你的跟我有什麼關係 只要我還在的一天 吃香喝辣是我 將來 將來什麼時候再說 你再來看 他們兩個手法就出現 第一個今天不斷的放出消息 所以兩岸這個事情已經怎麼樣 低調 已經盪了 假如真的這樣想 那就天下大笨蛋 我還是要把這句話重複著說 就是中途島戰略 一開始的時候的引言 前面寫得很清楚 他說歷史的災難 往往是偶然 和一連串的錯誤所造成 你不覺得偶然已經發生了 錯誤正在一連串的怎麼樣 跌價 過大 不斷不斷跌價 那你覺得 不講話 我告訴你 不講話比講話還恐怖 兩邊要遭到的時候 最怕的是那個傢伙不講話 還在跟你 那你放心 大家還不會出什麼事 當然什麼不講話就 你說吧 你說吧 在等你收的時候 什麼時候會做什麼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最後一個 我想請教一件事情 自從金門事件發生 到現在為止 已經快一個月的時間了 我請問 有什麼現象 有什麼理由 有什麼情況 讓大陸要低調 兩位 兩位是一個過程或是一個戰略 整個的情勢沒有什麼理由 要他這個事情他就放棄了 沒事 這樣就過了 不可能 會過嗎 不可能 不會過 覺得過不了的 不可能 但是我們現在 包括什麼叫董立文的這些 這根本是歷經的誰責 他長期以來 他都立場院 他就說沒事了 沒事了 沒事情 共心不敢 他們沒有本事 他們家一樓框的問題 是啊 講一樓框的問題 那我們就不講歷史了 這最簡單的講話 1950年憑什麼檔案戰 憑什麼檔案 什麼算左算右算上算下算 最後決定你就是不敢 最後呢 所以不要用這樣的角度去計算 這樣我們會互在大陸 再過來 我也想請民進黨自己 你們認為這樣子這可以贏嗎 像沈柏陽這種人躍 像什麼吳叉叉這種人躍 那種躍你是某一種程度 你在扣大你的基礎 但你也某一種程度 正把這一個台灣 再推向一個災難的陷阱 你不覺得 什麼叫做納稅主義 這個不就是標準的納稅主義嗎 納稅主義 是啊 揮我族類其心必毅 只有照我的想法 才是唯一的正確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通通都 都是揮國民 你不要指我了 我就是紅筒 所以這麻煩比較大 這麼老都是揮國民 不是 不是國民叫揮國民 揮國民是日暨時代 日本人對台灣人的稱呼 只有環民化的才叫國民 其他的只是我的統治者 叫做揮國民 所以他們正在趕這種事情 這事情到底會有多嚴重 邱國政他的擔心 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他都說說不好叫 各種部署對軍方來講 就是最不可控的 這也是邱國政擔心 看得出來他知道事情很嚴重 我認為這個事情 有三個原因 他絕對不可能就這樣子 風淡雲青的 首先第一個 你不要忘了 你扣著人家的大體都沒還 人家那個家屬已經客氣了 沒有披麻袋笑 沒有哭天喊地 這個已經很克制了 如果是台灣人的話 那不得了 我當場就撒名紙了 第二點的話 這個群情激憤的 不用我說的 大家不要光看胡錫進講什麼 也要看看金燦榮 那一些的話 平常比較理智的人講什麼 他們講的觀念只有說是 對台灣的這種讓利政策 尊重 關愛 造福 是有問題的 要檢討的 這裡面 然後第三點的話 請大家看一下 就是昨天 大陸的海警船 已經到了台灣東部 進入了24海裡 這個很明顯 跟以前都不一樣 以前是尊重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 基本上的話 就沒有什麼 中線不中線問題 大陸把台灣 對菲律賓 什麼通通都 處理的方式都一樣 我請 希望大家能夠看清楚 東部戰區發的那個 回家的圖裡面 當中講的 驚嚇地區 不是大陸的重點 大陸本身來講的話 就是從2022年 裴洛西開始的那個包圍戰術 裡面都講得非常清楚 另外還有一點的話 大陸非常明白 民進黨玩的是陰謀 後來變成陽謀 整個格調拉高以後 大陸覺得這裡頭有陷阱 為了要注意這個 不要掉入這個陷阱當中的話 重點不在金門 也不在馬祖 因為這個 這個繳索政策 這個長達70多年的繳索政策 從古丁頭戰一開到現在 還蠻成功的 所以大家要了解 大陸本身在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掉入的陷阱當中 但是在台灣要感覺到 從2022年的8月2號 裴洛西串訪台灣以來的 整個政策 都是非常穩健的在進行 所以大家要看整個歷史 要看最近 對比一下這個 王滬寧主持的對台工作會議 裡面的措辭都很不一樣 那麼這個在台灣本身 出現的一個現象 就是沈婆娘講這種話 說兩句話 我替邱國正教區 什麼人願意讀軍校 難道大家不明白嗎 做這種犧牲 現在被這樣子的羞辱 拿到退休金 你不知道誰去大陸了嗎 你把名單公佈 每一次出去的人 都有刷護照刷卡 你本身都知道得非常清楚 你做這個樣子 你不要製造種族隔離 是什麼東西 我們在這邊的話 辛辛苦苦長大到現在 難道說是對台灣的貢獻不夠嗎 那你要怎麼樣呢 我說句良笑 我常常在開玩笑 那你還逼著我們 主動排位燒掉了 然後祖分都刨掉了 沒有用的 你在基本上的話 玩這種種族主義的遊戲 有什麼用呢 還什麼滑頭滑腦 開什麼玩笑 我覺得邱國正 一方面 這邊剛好兩個題目 一個是憂國憂民 另外一個被人懷疑 你還不辭職 邱國正你要準備幹什麼 受到這種侮辱 你都能夠容忍嗎 沈柏洋這種東西 你自己應該帶著槍上戰場 你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我們保家衛國的退伍軍 都被當成蕭小一樣 在懷疑跟擔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